想象中的产品经理 指点江山 运筹帷幄 CDR预备军 实际上的产品经理 加班写需求 被设计师无视 承受老板的压力 明天上午九点 我必须要看到 这个功能上限 声明来了吗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发 35K的薪资 我没有岗位有 我就觉得你拍 这个短视频 我完全不在意 你在企业里面 能带来啥价值 我为什么不把花三十 给找个营销的老大 他专门拍短视频 那就是我上一环节 可能展示的 就是展示我产品经历 方面的专业度 还没有展示完的 你的经历里面 有跟你的能力相关吗 没有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几段经历 所以你的问题就来了 你拿的一份好简历 让你进了阿里实习 因为微软看上 你在阿里实习的经历 让你给了微软的 offer给了很好的薪酬 但是呢 你在往后面跳的时候 你每一段都不做准备 包括在舞台上 你特别没有认真的做准备 小燕 你说一下 就刚才既然 雅芸姐也问你了吗 说在过往的经历当中 你可能只是展示你的经历 但并没有讲你的成绩 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段 让你觉得 在过去的这个实习和创业 或者工作当中 能够引益为豪的一件事情 我在阿里实习了八个月 还挺长的 我在那边就是参与了一个 乳班系统的 美学评估规范的书写 然后还负责一个智能设计应用的 交互设计和视觉设计 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拿到五十万的投资 来做那个自媒体的项目 这样 我觉得这样 就是你能被达摩院录取去实习 能被微软去录取 确实一定是你在面试过程中 展示了专业能力的 但可惜就像刚才雅芸老师说的 你在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专业能力这方面的展示 确实太少了 所以我想再多为你一点 比方说你想做产品经理 你现在对哪个行业的产品 自己是感兴趣的 并且做过一点研究的 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 教育行业 比如说是 你对松鼠AI了解吗 就是我来之前大概了解了一些 一方姐 是 我有一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萧然 如果这个工作 一个团队在讨论 你觉得特别没有效率的时候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反应 我认同大家 就是集合在一起 要把一个问题 把这个目标讨论出来 但是我们就是在讨论的一个 讨论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不太对 你就每个人聊下来 它是没有一个目的性的 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去解决 我觉得就是可以优化一下效率 包括就是提前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需要聊什么内容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 好 你旁边的大大老师 如果人机交互 他把它变成小音箱 对话小音箱 还是变成导航 如果可以的话 他的语音和他的声音线 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是适合导航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声线就是会非常严肃 然后非常就是一个 就是正派的一个声线 我也有亲和力的一面 但是总体是非常严肃 就是声线很浑厚的一个状态 那导航的话太严肃了也不太好吧 注意 前方左转 你以偏离规划路线 掉头 你重新为你规划路线 前方扎道入口 是不是也有点怪 生活当中我也可以很柔美呀 你比如说 好比说石头哥 喊我早上起来 大老师外边几度了 现在外面的温度是27度 情 今天的空气质量特别好 但是小杜或者是说 那个小米AI的 他们的声线可能就会更温柔 那我觉得从产品来说 我们可以再深挖一下 你想一下 在应用场景里面 其实导航是陪伴型的 它会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之内 持续陪伴你 那么它就有了陪伴的属性 然而这个音箱一般来说是解答型的 它解答的就是一个 计时计刻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来说 可能我们更需要导航是有一些温度 而音箱是快速地给我结果的 这是我一个用户的感觉 就是我们在做导航 或是在做那个音箱的时候 就是要考虑大部分的受众是怎么样的 然后现在导航里面 它其实也分了很多种语音 它也不光是非常严肃的语音 所以它是不同场景和不同用户 它的一个需求是不一样 但是一个大众的一个受众的话 还是需要稍微严肃一点的一个语音 来进行导航 就刚才整个对话 我作为一个观众来看的时候 按说他是这个专业的 对吧 应该聊得比咱们专业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这三位老板的聊天比他要专业 我也有这个感受 我其实全场听下来 灭得比较早 就是我是比较看直觉的 我听完大家讲完之后 我对你的理解是 虽然你来自于一个名校 很热门的专业 可能不需要在场的任何一个企业 你都能找到 可能是五百强 很好的跟你专业相关的工作 但是你不喜欢 你个人的发展之所以离职 是因为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内心 是更看重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你可能更热爱 去做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如果有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留给你 让你去展示你的能力 其实你是会 更愿意去选择的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你的弱点在我看来是 你改变客观环境的 主观能动性太差 这是你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真的需要在场上 找一个产品经理 或者是人机交互的工作 确定内心是这样 还是你想找一个 给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其实我是想做自媒体 孝儿 你确定你想做自媒体 你的应聘的岗位里头 你写了一个是产品经理 一个还是董事长助理 怎么突然又变自媒体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做自媒体 现在还是坚持的状态 其实我是有点 相对于两边都想做 但是我可能这个话说出来 在场的企业家 可能觉得我这样的状态不太好 但是其实我是内心 是更喜欢做自媒体 但是产品经理呢 它是跟我的专业相关 也能让我接触到一个 更广阔的领域 自媒体的话就是 可能你要展示更多 不是你专业上的一些东西出来 他刚才说的一特别好的亮点 我没听明白后边 就他刚才说 我用了特别短的时间 学了一种新的技术 然后写了一个美学标准化的东西 其实美学是很难标准化的 如果没听错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也只在等着听 就从我那个产品来说 就是淘宝上的Banner 它是有好坏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就是你要给那个做Banner的商家 要优先筛选出 那个质量较高 美学程度较高的一个Banner 出来给它去使用 乳班它是一个 自动生成Banner的一个系统 然后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数据 做这个深度学习 来判定这个Banner 它什么样的Banner算好的 什么样的Banner算不好的 然后我做的工作呢 就是在这个深度学习之前 来写一个 我们来做打分的一个规则 什么样的Banner 我要给它打五分 打三分 打两分 我写的是这个规则 这是个好东西 对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等到了我们想要的 你身上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刘登的企业家 留的还挺直的 你刚才的这段表述 我不知道企业家 反正我至少我听进去了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 所以就自媒体 从你展现的内容来说 你不算一个专业或者有经验 但这又可能不是你想做的 这个其实就会给 给我们也会有一些选择上的难题 对 所以我们还想问 最后一个问题小燃 就是你到底到最后 你是坚持做自媒体 还是想做产品经理 反复地和你确认 就是我想两个都做 自媒体坚持做不可以吗 这样吧 我来说一下 我们也别再问他到底怎么说了 到底怎么选了 我们也别问了 你们给岗位 让他来选吧 他到底选什么 就在他最后选的那个岗位上 那就是答案 好吧 来吧 做出你们的选择 谢谢 好 祝贺你 吴潇然 进入到第三环节 谈前不伤感情 来 我们有请杨蓉和廖一芳 走上我们的竞价台 来吧 我们先从杨蓉这边开始 孝然 说实话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挺适合 做这个产品经理的 因为我觉得你做短视频 通过展示来讲 确实不够专业 而且我觉得说实话 你类型其实一直很矛盾 但是我能考你的专业度 所以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跟世界中国 一投资一个项目叫爱设计 主要是做了SARS服务 给企业提供这种图片的 设计软件的这样一个公司 那给你的职位就是产品经理 薪酬是这个20K 然后地点在北京 孝然 其实说实在以产品经理来讲 我觉得你是需要被带领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格上 其实一直是很贴近 想要接近客户 所以我觉得这个潜力是有的 在人机交互的使用上 我们有很多的研究 包括真正的实现 就是产品到一线 你就是能够交付的东西 我现在给你的薪水呢 是两万家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那直别是产品经理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胡萧然 你可以选择松鼠AI 或者爱设计选择其中之一 也可以说一声 谢谢 再见 双双拒绝 考虑几秒钟 然后告诉我你的答案 考虑开始 好 好 所以你的选择是 就是谢谢二位企业家给我邮灯 然后我觉得 谢谢再见 对对 iba